近日 河北省張家口市夏花園區五家莊村的一棟農宅 備受媒體關注 走紅網絡 這棟房子坐落在五家莊村村道邊 拱形房頂 灰色牆體 據農宅的主人趙秀娟介紹 這套房子建於2021年 當時清華大學建築系徐衛國教授團隊 想在五家莊村用機器人3D打印混凝土技術建造一棟住宅 這棟三地打印農宅建築面積106平方米 采用了當地傳統的窯洞形式 是一個三大兩小五開間住宅 三大間分別為一個起居室和兩個臥室 兩小間分別為廚房和衛生間 我是去年三月份建的主建來的 比如我們家一切夠有快寵 一切那個封筆也寫在後 這主建來有宿舍有命流 有貼的洞來響流 牆體本身還包括屋頂的構造呢 採取了空心墙空心頂 那麼空心的地方填入了保溫材料 室內這一面呢又加了保溫內保溫 所以這些呢都有效的保證了這個房屋本身呢 密封 那麼密封呢就能結得 使得這個住宅 農宅裡面呢 冬暖下凉吧 在這個建造的過程當中呢 做了這個抗震實驗 就是把這個縮齒的模型 放在國家地震局的抗震平台上去進行搖化 進行抗震的測試 那麼測試的結果呢 它是可以抗八級地震 除了關注房子的居住體驗 很多人非常想知道 建這樣一座3D打印的房子 要花多長時間 造價貴不貴 因為在打印的過程中呢 其實是斷斷續續的哈 嗯 那麼就是用來打印的時間呢 據統計哈 我們統計大概160小時左右吧 另外造價呢 其實應該更準確地說是2000到2500塊錢一平米 因為這個房子呢 它是106平米 嗯 大概計算以後呢 大概是20多塊 據徐衛國介紹 他們之所以在五家莊村做這個實驗性項目 目的就是為了能在農村推廣 機器人3D打印混凝土建房技術 為更多農村家庭打印適合於日常居住的農房 我們是希望能夠在五年以內吧 三到五年能夠推廣 把這項技術呢推廣到普通的農宅的打印 因為它受到了各種因素的影響吧 還要看各個方面對這項技術本身的接受程度 我們是希望能夠盡快地能夠普及到普通農房的打印